明依师坛的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抱歉啊,这周又是没有及时的拿出时间来给大家更早的做视频 想法有,就是没时间,你说这个怎么办? 现在时间上确实是这一周啊,开会占用了大量的时间,所以也很无奈 过去的这一周我们看到真是可以说风起云涌吧 应该是不过分,那么整个的世界呢,现在走向一种什么趋势呢? 我有一个跟我朋友之间的对话很有意思,分享给大家 他是搞经济的,我说你现在你判断经济走向还能判断吗? 他说你让我判断个说实话,他说你让我判断个三个月还行 勉强我可以说说半年,说半年以后的事儿,你问我,我肯定不说 我不说的原因也不是我不想说,是我真不知道,我问他为什么呢? 我说一个周期啊,一个经济周期都是八年到十几年 怎么你现在就只能说到半年呢? 他说原来传统的周期,所有所有东西现在看来呢 在当下适不适用呢?也许适用,但是如果说我们的周期有一个例外 百分之一的话,那么当下的世界就是这个百分之一 就是经济学家或者说社会学者在考虑到常态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的那个变态的状态 那么当下的世界呈现出的状态呢,就是变化 这个变化背后呈现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啊,有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呢,我已经讲过了,就不可预料性 第二个呢,就是高压 第三个呢,就是失衡 我今天呢,就讲讲,主要讲讲后两个吧 不可预测性,这个大家都很明白了 这个也看到了,两大事件冲击了这个世界 一个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 我们叫大国博弈 实际上非常真实的 大家也不用回避 这就是一个世界秩序的切换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曾经也出现过这个阶段 就是英国的崛起和二战之后 美国的替代英国 那么在英国崛起之前 我们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 所以英国的崛起带来的世界秩序的切换呢 它是一种权力集中式的切换 也就是说通过殖民地 后续呢,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开化 就被西方,被欧洲国家带入到一种现代文明当中去 那么我说的这个权力集中啊 就是说各地的文明相通相连 那么各地的这种政治秩序呢 趋同 大家逐渐意识到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普世的东西 这种普世的东西最开始的体现还不一定是人权价值 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说一种统治方式 那么但是呢 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啊 因为很多人现在把二战也都当成很远的历史 其实它不远,它很近 我们纵观人类的这个几千年上万年的历史啊 应该说啊 整个人类社会对全球化还处在一个适应期 还没有完全适应 所以当英国把一种全球秩序搭建出来之后呢 产生了各种混乱 那么这种混乱呢 就体现为两次世界大战 那么很多人呢 也有一个角度 就认为带来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经济问题 而经济问题的核心表现就是货币的泛滥 那么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但是它肯定不是唯一的一个原因 那么文化之间的冲突 各种各样的这种制度的冲突也是原因 但是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现象呢 更容易便于我们理解 那么第二次的这个权力切换呢 就是在二战之后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英国呢认为自己不行了 把权力让给了美国 我讲过日本的崛起 讲过德国的崛起啊 我也讲过一战 二战呢讲过一点 实际上在二战之后 或者说二战的后期呢 按照当时的美国的规划呢 世界上是有四个世界警察 而不是一个 这四个世界警察呢 当时叫四强 就是中美英苏 中国美国 英国 苏联 当时啊 就是几次会议 包括亚尔塔会议啊 呃 商定了 是美国呢 管美洲这一块 就是美国在二战后期 也并不想过多的干预国际事务 英国管西欧 苏联管东欧 中国管亚洲 苏联呢 在亚洲呢 保持一定的存在 也就是说苏联是跨欧亚的 但是他的势力范围也是明确的 可是后来出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实际上是出在 呃 英国和中国身上 那中国很好理解了 就是原来划分地盘的时候 中国是中华民国 他呢 相对苏联是独立的 但是后来 二战结束之后 1945年之后 到1949年 那中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很多人对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啊 可能也不是特别了解 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 并没有决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 当时好像叫 叫新民主主义吧 我有点记不清了 但是很快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宣布了一个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也就是倒向苏联 这呢 就破坏了二战之后所设计的一个格局 英国的问题出在哪呢 英国的问题出在英国人呢 他没有能力去管理西欧 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已经非常的弱了 他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所以英国怎么做的呢 英国又引入了美国 就是马歇尔计划嘛 将美国引入到了欧洲的势力范围 那么这样呢 整个在二战后期 中美英苏所达成的这种理想的状态 实际上就被破坏掉了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苏联其实还是挺被动的 因为苏联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将他的势力范围伸出到他所约定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外 包括在欧洲 他也没有伸出去 但是由于美国在欧洲的这个介入呢 苏联也开始把他的势力范围呢 外深 因为苏联的能力也是不行的嘛 那么走到今天 我们又到了一个世界秩序 或者世界权力 或者说我们从 我们说重新跨地盘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那么这个阶段 他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或者现象 显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确定性啊 因为在斗争的阶段嘛 那么第二个他带来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一轮的世界秩序的切换 主要是中美两个大国的博弈 那么他带来的就是主动的一方 其实我现在的看法呢 主动的一方还是美国 发起这场竞争呢 实际确实是美国发起的这场竞争 这个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他是现有的国际秩序的这个霸权 那么中国是挑战者 那么这个我们往往呢 看到中国的挑战呢 是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 那么我们看到手类的人的反击呢 会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我们说发起 主要发起竞争的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美国 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美国人挑事 不是这个道理 只是说前面几十年中国的崛起呢 在方方面面对美国产生的这种压力呢 它是一个连续性的 它不是一个哪一个动作可以说得清楚的 那么关于中国的崛起 我也说过很多回了 就是第一是崛起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呢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 从目前为止没有必然的联系 也就是说美国的衰落是它自身导致的 是它不适应做世界性大国 以及整个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不适应现代的互联网科技和全球化 这些内生性问题导致的 但是在这场博弈开始之后 也就是说美国开始反击之后 那么美国是否衰落 就与中国是否强盛 有关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之前讲的 它是一场零和博弈 那么作为主要的进攻方 就是我们现在看 主要的进攻方是美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它所定下的竞争的调子是什么呢 就是高压 就是第二个词 就是高压 高压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断的给你施加压力 测试你的反应 或者说把你逼疯 不战而屈人之兵 高压的目的在我的理解 不是为了战 而是为了吓死你 不是为了打死你 而是为了吓死你 通过告诉你 我可以打死你 而让你不敢动手 那么这个高压策略 能不能奏效呢 我不知道 但是这种高压策略带来的 我们看到的这个反应 我个人的判断啊 我们网友也在评论区贴出了 一些美国相关的情报机构 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报告 那么我对美国的这轮高压的战略的一个判断是 我个人认为美方没有预计到中方也会给予一个反高压的高压反应 也就是说在中美博弈的历史当中呢 中方一直说美方强呢 中方也就就弱下来了 或者说找一个台阶下了 因为实力的对比不一样嘛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看到的是中方是全方位的接招不躲 所有的招全接 而且所有的反馈 或者说你出招 我反馈给你的你的压力是十 我给你的压力也是十 就是一点也没有缓压的迹象出来 我们从政治上可以看到啊 政治上就是说这个新疆问题啊 香港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方的反反制 或者说中方的这个回召是非常激烈的 美方和欧洲对中国的制裁呢 实际上它是一种常态 常常是这么制裁的 以前呢中方也没什么反应 但这次呢中方主动的制裁了一些美国 尤其是制裁了一些欧盟 欧议会的这个议员 这是罕见的 因为制裁这些人 他的制裁是真实的 而且他会真正的带来中欧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破裂和破损 那么在经济层面上我们看的就更明显了 就是美国呢不给中国减关税 中国呢那这事我也不谈了 你愿意加不加 但是我呢要搞RCEP 我要搞中欧的投资协定 那从军事上呢 这周我们看的就更明显了 那有人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跟美国的罗斯福 航母战斗群是没法比的 对峙起来呢是一种笑话 我不这么看待这个问题 我也不认为美国会把它当成一种笑话来看 因为美国海军在这个世界上呢 已经横行很多年了 从来没有人敢去跟他对峙 尤其我还没有听说过 任何一个国家会与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去对峙 那么中国军队所展现出的这种决心 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不能当他是一个笑话 尤其是包括兰德在内的对台海战争的推演 并不乐观 是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呢 从总体的战斗效率上来讲 比中国是要强很多 但是大家要知道 此前中美之间的海军的差异是隔代差异 而且差的不是一代是两代 今天中美之间的海军差异 它不是隔代差异 它是同代之间的不同档次的差异 我之前也花了很多精力来讲 讲了一点浮浅的军事的东西 军事的东西 它其实也不复杂 但是你要是不懂 也很容易陷入到一种错误的认知当中去 就是你会单纯的比指标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它有很复杂的因素 那么就我的判断而言 我不认为美国有能力在中国的周边海域 与中国发动一场能把中国海军消灭掉的这种规模的战争 相反 我认为中国是有能力在中国的周边海域发动一场反介入的战争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就说如果你美国在中国的周边海域发动一场与中国的海军的冲突 那你要做好一个准备 就是你能不能把中国海军消灭掉 或者把它打残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那么对方是有能力把你驱逐出这个区域之外的 这个是一个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说的不靠谱 你们就去看一看兰德公司和美国的国防部的军期推演 是推出的什么结果 我想不会比我说的更乐观 因为这里面它所涉及的是一个整个的战略决心和一个战争能力的问题 美国的军队是强大 但是第一它的战略决心实际上是没有的 至少我看来美国军方对中国的战略决心是没有的 如果我来判断的话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大家觉得不值得在那里打一场可以挑起世界大战的战争 换句话说牺牲台湾是可选项 那么发动一场全世界规模的核战争不是可选项 那有的人说中国有决心打一场核战争吗 那我就要反问你了 谁能保证不呢 尤其是在目前这个涉及到百年国运的阶段 那我又要反问你一个问题 中国人难道就没有权力崛起吗 你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 那么你认为中国的价值观有问题 我也认为它的价值观有问题 可是人家如果自己认为自己有崛起的权力呢 你可以阻挡吗 当年美国崛起的时候 欧洲也认为美国有问题 可以阻挡吗 日本崛起的时候 全世界也认为日本有问题 可以阻挡吗 阻挡不了 你不能拿你的要求去想象别人的决定 所以现在美国做的法是什么呢 就是吸取了二战时候的教训 二战时候别的国家崛起吗 都是绥靖主义 所以现在呢 美国想那我就吓一下你 就把你吓到你不敢崛起了 可是问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 包括日本这样的国家 他在某一种程度上 他有一种一种屈辱心理 也就是他认为 如果我服了 我就生不如死 拥有这种心理的国家呢 你靠下呢 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何况今天的中国的实力 跟当年的日本的实力 也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当年的日本呢 相对来讲还是被孤立的 而今天的中国呢 相对来讲 他并没有被孤立 包括亚洲国家最近的表态 尤其是菲律宾的表态 菲律宾军方表态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这显然是美方有动作吗 在后面 因为菲律宾的军方传统上是美国人培训的和培养的 东南亚很有意思 老挝的军方是越南人培养的 那么现在呢 有一些是中国培养的 泰国的军方呢 是美国人培养的 那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呢 相对来讲就有点情况特殊了 新加坡也是美国培养的 那么马来西亚呢 是跟中美都有互动 那菲律宾呢 是纯美国培养的 那么最近这些年 缅甸 老挝 柬埔寨 这些国家的军方呢 是中国的培养的比重是越来越大 包括泰国 越南呢 是相对独立的 那么最近这些年呢 有一些倾向于美国培养 所以东南亚是一个中美的决力场 所以菲律宾现在站出来讲这个话呀 怎么去理解啊 我是这么理解的 菲律宾站出来讲这个话呢 军方站出来讲这个话呢 他 我看待这个问题 不是看待 菲律宾与中国的这种 外交关系会紧张到什么程度 我看呢 如果说中美这两个大国 真要想在东南亚搞事的话 咱们就以菲律宾这个例子来看 一定会把这种国家搞乱的 也就是说大国博弈的过程当中 他们是不会顾虑到小国的代价的 所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那为了搞对方 就会把像菲律宾这样的国家内政搞乱 因为很明显啊 那他的政治上是倾向于中国的 经济上是与中国有紧密联系的 那么美方呢 通过他们传统的跟菲律宾军方的关系呢 就鼓动军方来说 与政府不一样的话 那大家可以想 可以想一下 那未来发生内政风波的这种可能性就很大呀 那中国也可以同一干同同样的事吗 对吧 所以这场大国博弈的情况下呢 小国是一定会被殃及持余的 这是在所难免的 那么对于小国来说 它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呢 一定不是置身事外 因为做不到 尤其是在东南亚的国家是做不到的 那么我个人认为 它最安全的做法可能也就是只能是选边站了 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种 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表态和对美国的表态 本质上都不是一种明确的表态 都不是明确的表态 包括前一段时间 东南亚国家说 欢迎美军回来 这个话呢 那我对他们很了解 这个话的意义啊 就它的价值和意义是零 是零 就是完全的是零 因为他们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说这样的话 对中国也可以说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呢 是不代表什么 那么有朋友在留言去问 说日本现在表态了 问我怎么看 因为我一直跟大家强调日本很重要 相信呢 大家现在也认识到了 日本确实很重要 我的看法是日本尚未表态 日本只是在表态的过程当中 而他想让他的利益最大化 也就是通过拉长他这个表态的过程 得到美国更大的支持 但是他尚未表态 从一个点上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国务院 他说要制裁抵制冬奥会的时候 日本是第一个跳出来说的 说我们没跟美国商量这个事 这就可以看出来 他是没有想表态的 到目前为止 那么未来他表态能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是不知道的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日本的利益跟美国的利益 和中国的利益都不一样 他有他自身的一个利益诉求 比如说他想修宪 他想恢复到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他想恢复到一个正常国家 他面临双重压力 第一重压力是日本现在的宪法 实际是美国刀架在脖子上写的 所以说美国是不是同意 因为美国毕竟是他的占领国 第二个压力 就是亚洲国家怎么看待的问题 如果亚洲国家的反弹非常激烈 我相信日本是不敢强行修宪的 因为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就是说尤其是在东亚文化圈上 复仇心理是很严重的 那么如果说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原谅没有达成 没有说形成一个共识 可以让日本修宪的话 日本强行修宪 那么很明显 日本人在亚洲将会面临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所以日本修宪它是面临双重压力 而我个人认为真正能帮助日本实现国家正常化的是亚洲国家 而不是美国 所以日本人自己也应该很明白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看这种高压的政策 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博弈 那么大家说最后到底谁会输 谁会赢 很抱歉 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谁会输 谁会赢 但是我有一个基本判断 就是压力上升越高 对中国是越不利的 那么压力缓和下来 对美国实际上是有利的 但是对美国的民主党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说到底 就是美国的这种政治制度导致了 他不能做正确的选择 这件事情是让美国政府很尴尬的 就是说目前这种对中国的高压政策 对中国肯定是不利 对美国有没有好处 有好处 可是我们不知道它的边界值在哪里 你上升到什么时候 你是最高压 但是我们知道的是 一旦压力缓解下来 那么对民主党是不利的 对美国来讲 现在如果压力缓解下来 有可能是有利的 因为美国的经济在复苏 经济复苏之后 你就要形成一个循环 而我们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严重依赖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国家 如果行不成循环 就会形成智障 智障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拜登政府 他会怎么去做这个权衡 但是我知道对中国肯定是不利的 就压力高到一定程度之后 中国所成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可是问题是当中国付出代价之后 美国要不要付出代价 能不能赢 就不一定的 如果中国说我就给你死磕到底 我就让我的老百姓吃草 那是谈不上的 但是吃的不好是一定的 比如说你在中国 你现在天天可以大鱼大肉 可能未来这个就要少 我们是举例子 你可能现在在国内开车不是问题 未来可能油就要涨价等等 可是中国它挺了十年八年之后 美国会什么样 我们真的是一点也不知道 所以从长期战略来看 美国是不能这么搞的 因为它没有执行长期战略的可能性 这就是我谈的第二个点 高压 就全世界现在处在一个高压状态下 它一定会产生牺牲品 而这个高压 当这个高压卸掉的时候 它怎么卸 也是一个问题 你就像高压锅嘛 如果高压锅你给它卸气 卸的你不卸气 直接把盖打开就炸了 那是什么 就是战争 那怎么把这个东西卸掉呢 我不知道 坦率的讲 我问了很多人 很多人都不知道 因为今天美国所执行的政策 虽然是拜登在任 但实际上是一种川普时期政策的 无可奈何的延续 就是民粹主义主导了国家的外交政策 中国也一样 中国这么多年洗脑洗下来 也是民粹主义呢 增强了这种战狼外交吧 所以双方已经都到这个点上了 怎么卸呢 我们不知道 我个人认为呢 日本在这里面有调节的意愿和调节的能力 但是日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国内问题 如果他不能够舍小我 求大我的话 他也不会出面去调节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世界现在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不乐观 不乐观的一个状态 第三个点是失衡 失衡最近 我看华尔街日报 纽约时报 包括中国的财新 人民日报好像都提了 失衡就更明显了 这个就是我们只要眼不瞎就可以看到的 首先是疫苗的失衡 穷国和富国之间 疫苗的严重失衡 那么拜登总统也讲了 我们当然要优先保保障美国人的健康 才能去救别人 这很正常 但是 这就让大家看到了 所谓的民主制度和这种 就道德价值观 布林肯天天强调的 我们的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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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不上价值的 就是价值观是比不上真实的利益的 这个很正常 我之所以说这个话 我不是因为觉得美国不应该搞自己的优先 我是觉得美国的道德大旗很难再举下去了 这个也是我的一个遗憾和悲哀所在 目前而言 任何一个国家和主义都举不起来一个道德大旗了 因为大家都不道德 在现代的全球化和现代的无毛货币经济体系下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是那么显得太道德 那么谁能做到更道德 谁就有机会赢得未来的世界 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贫富差距的失衡就不用谈了 这个不光是穷国和富国之间的 因为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未来的发达国家的增长要快 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慢 这个是与以前大大不同的 那么在以往都是发展中国家 它增长快 发达国家增长慢 因为它的基数问题 那么今天所出现的发达国家增长快 发展中国家增长慢 就会出现穷国越穷 富国越富的情况 那么很有可能 富国的这一次的货币超发 就要穷国买单 通胀就要外溢 就是要发展中国家买单 那么我们说句很直白的话 就是富国要吸穷国的血 让自己不死 这个道理很简单 资源是有限的 我吃了就没你的 对吧 你吃了就没我的 但是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我吃了资源都不够 我可能要吃你 我的意思 我想我表达的已经很清楚了 就是今天是大家资源总量就不够了 富国吃完了所有资源之后 还要吃穷国 把穷国吃掉 它才能维持富国的这种 不倒退 不衰退 富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包括中国和美国 它承受不了衰退 而穷国 那就是 没办法 那你该饿死 饿死 该衰退 衰退 那么朋友们 这样的世界 你们觉得 美好吗 这样的世界 你们觉得 有我们 很多人宣传的那样 科技改变了生活 我们是一个文明的世界吗 我不这么觉得 所以我觉得这种失衡 所带来的影响 对人类来讲 会是非常非常长远的 它会影响我们人 人类文明的走向的 我们人类的文明 到底是往什么方向去走 是往一个人性的方向 还是往一个异化的方向 异化 就是物价于人 我们要思考了 今天的世界 如果再不思考 思考哲学问题 再不思考 思考宗教问题 可能我们真的是要走向一条绝路了 那么最后 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简单谈一下拜登的 二点几个亿的基建方案 从他提出基建方案时的表态来看 他是势在必行要通过的 因为他要强行通过 也可以 51票对50票 在参议院 但是他基建方案很有意思 他真正用在基建上的钱 是很少的 他大量的钱 是用在各种改善 社会结构的方面 包括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 这种中产阶级的收入 这个方面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 但他为什么又要用一个基建的名义 那是因为政治正确 所以我们从现在的种种 拜登政府的政策 都能看到 美国国内政治的这种分裂 特别严重 而且拜登所受到的这种压力 是特大的 他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 能掌握一切 权力那么大 他很艰难 他很艰难 那么拜登做这么一个 不像基建方案的基建方案 是什么目的 就是撒种子 你比如说 我撒下一些关于大学教育学费的种子 撒下一些关于科研的种子 在量二点几万亿里面 那么下一届政府 他也很大的可能还是要延续去执行的 就是在各行各业播种 美国的这一代人 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 如果美国的这一代人 不去修补过去的错误 如果美国的这一代人 包括我在内 不去改变吃老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不放下傲慢的心理 那么美国的这一代人一定会输掉的 他们输掉的 包括我在内 我们输掉的不是我们这一代人 也包括我们的后代 所以美国的这一代人 压力责任都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么相对而言中国也一样 可是中国的这一代人 他博的是什么呢 美国博的是我不想失去什么 中国呢 博的是我想要得到什么 两者呀 就如我在应该一个月以前吧 在这个大国崛起里面讲的 征天下里面讲的 中国确实是在走他的钱挂的路 美国呢 也确实是在走他坤挂的路 坤挂是什么呀 如履薄冰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也没什么准备 觉得应该做个节目 所以临时给大家录了这么半个小时 请大家原谅 我也希望我的世界能更充裕 但是呢 很多时候现实比较残酷 好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也祝大家下一周呢 万事如意 谢谢